一人唐志平母親 四號沉失在住家頂樓 不過第一時間警方找到他 唐志平渾身酒氣 精神恍惚 晚上到警局 帶著周楚楚三害的電影中 同款手錶 領取死亡證明 卻還是篤定否認母親已離世 明明和母親同住卻完全不知道 媽媽已經兩天沒回家 最後警方聯繫上唐志平的表妹 到殯儀館相宴 對方一眼就看出是唐志平的媽媽 我親眼覺得不是我母親 沒有 昨天 前天 前天 昨天 警方我們水堆子派出所的警員 同仁 到了我們嘉昂琴海 我住戶的頂樓 然後再下來找我說 有一句女詩 上面有我母親的鑰匙跟刺扣 確實是我母親的鑰匙跟刺扣 但是我上去看了 首先我母親沒有綠色衣服 她上衣綠 下褲綠 其次腳很粗 我母親腿非常細 請看我的腿 我母親是女生 比我腿還細 腳很大 皮膚粗糙 我不知道屍體會不會變皮膚粗糙 我比較不懂還是屍斑 對 確認不是我母親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的最新畫面 對於母親的離世 感覺上唐志平似乎不太能夠接受 不過其實她在這幾年也常常都有上節目 大家覺得她的狀態看起來都不錯 雖然說瘦了一點 那麼直到這一次發生事件之後 才讓各界又更關注一下她目前的狀況 我們就先問一下玉峰格 我們剛剛看到唐志平的這個畫面 大家其實心裡也是有一點點心酸酸 蠻難過的啦 那她到底是怎麼了呢 好 我們先來講 這案子其實它是一個很單純的 就是一個命案 因為她剛剛唐志平竟然把他們社區的名字 講出來了 對啊 鄰居都瘋了 你知道 鄰居都已經快瘋了 你知道嗎 那是一個上千戶的一個大型社區 然後頂樓出現就是屍體命案 大家已經很擔心了 然後網路上面已經說 然後不要再講 不要再講 結果要受訪就直接把那四個字給講出來 好 發生什麼事情 頂樓那是公共區域 有一個屍體 城市在那裡 那城市在那裡的話 你當然叫誰來看 叫總幹事 叫管委會來看 一看就知道說 這就是幾號幾樓 誰的嘛 然後就去找了唐志平 然後唐志平其實一開始還找不到人 所以奇怪 人怎麼不見了 後來終於警方就是封鎖現場之後 找到他 找到他之後 他在現場 他非常非常的冷靜 他就說這個衣服 我媽不穿綠色的 然後因為就是倒臥在那個地方 他要請那個監視組的同仁 把他頭髮 媽媽的頭髮撩開 給他看一下 然後說不是他 可是全世界的人都說 那就是他 就說那就是你媽媽 然後警方就用 就說那我們那個死者的家屬 要來做一個簡單的筆錄 他就不做 可能會不會太傷心 他就說他不是他 好 其實我們以前在跑新聞的時候 也遇過這種情況 通常是什麼情況 不認 之前吵架 再來沒有遺產可分 有可能是不認的喔 那接下來的那種情況 就是往後走了 當你發現這個有這個遺體 其實警方水堆索 稍微看了一下 也認為應該沒有問題 應該就是唐志平的母親 然後這案子就往去殯儀館去送了 好 那香驗 香驗的時候 他又沒有出現 然後有一個表妹來 表妹來的時候 其實對警察同仁來講 這件事情是蠻為難的 兒子不來 表妹可以幹嘛呢 表妹不行啊 要直系的 你也不是直系的 然後呢 你也不能夠簽 簽任何的東西 然後你最後死亡證明書 你也不能領 所以呢 這件事情就鬧得非常的嚴重 然後整個新聞就出來了 那出來之後呢 大家就想說 第一個會不會是唐志平 他當時一開始 有一種解離的狀態 他可能就是太傷心 有可能太難過 然後這件事情 他無法接受 所以他就解離 可是已經過了這麼多天 因為我們陸陸續續 後來殯儀館之後呢 在哪裡 在水律所有拍到他 那他講話的樣子 其實跟在節目上面 差異不大 有條不問 只是他也有點過嗨 他還要記者說 你們要訪問 好好講Action 就是你拍戲不是講Action嗎 你很少說奇怪 你刀不是 才剛出事情 怎麼會這個樣子 但是他又講的 就是跟真的一樣 然後他把一些重點 譬如說外面有傳說 為什麼一度找不到你 你是不是酗酒 你是跑不見了 不然你媽媽跟你住在一起 你怎麼兩天你會不知道呢 他還有一一做解釋 對 他有解釋 他就說 我在表演工作之外 我也只是個一般人 所以我會吸煙 然後我會喝酒 在家裡小桌 對 有小桌 然後有什麼法律 是規定不能喝酒的嘛 你就會覺得他整個狀態 就是不太對 然後呢 等到到了地檢署之後呢 你知道為什麼一定要到地檢署嗎 因為他媽媽現在來講 你過去譬如說 我們跑先 我遇到說 在淡水盒上漂浮 弄了半天 沒有人要來認 那變成叫無名師 無名師 可是現在派出所 淡水分局 經過多方查證 已經認為這個是有名字的 就是唐志平的媽媽 幾乎百分之九十九 對 應該沒有什麼 就事實上有找到證件 對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他會不會是無名師 他不會是無名師 因為他有名字 可是如果唐志平他堅持 那不是我媽媽 他甚至說我媽媽不見了 我們要協詢失蹤的媽媽 那最後那一位屍體 就會變得很尷尬的一個狀態 很少見的一個狀態 他不是無名師 他是有名的 就是無人認 無人認 對 所以你後面再去看的話 他最後會變什麼樣的情況 他會走這個無名師的一個程序 你一樣兵存在那裡 然後時間到之後 因為兵櫃是資源有限 雖然一天只要八百塊 可是他不可能讓你無限起兵 到最後就會跟新北市一起 其他的無名師一起做處理 那處理之後 其實我覺得那你後面的話 這個如果真的是他媽媽的話 以後就沒有人祭拜 其實這個事件聽起來是蠻難過的 尤其是我覺得大家看到唐志平的這個畫面 反倒是會真的覺得 著視驚非的感覺 因為他剛出道的時候 陽光帥氣 然後身材又好 那時候也很有名 就問一下志偉哥 那他當然出道其實蠻多年了 對不對 他當然演藝世界也走過巔峰 那這當中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以他當年來說 應該是要很紅的 對 因為其實我認識的唐志平 就是他出道當模特兒的時候 剛進演藝圈那時候 因為他的經紀公司 其實在演藝圈裡面 也是算很有名很有名的 其實 那裡面的經紀人也是很多 捧紅很多人 現在很多 對 現在還是蠻多人 跟這個他經紀公司合作 那所以當時他推這個新人出來的時候 其實一定很多人幫忙 對 就是你公司的新人沒問題的 那 一定啊 不寫了天津寫他 因為他的確當時也是 很符合大家的神明 沒錯 就是那個時候的他 就是現在我們常常在講的小鮮肉 對 就是眼睛很大 然後呢 這個很健康很陽光 然後他重點是身材又練得很好 因為能夠當模特兒 就是告榮 對 這是他當時的畫面 寫真集 他有出過全裸的寫真集 就是有漏過屁屁的這樣 才好 對 所以其實他在當年是算 就是我們講媒體會喜歡報導 會喜歡寫的一個人 對 那因為他的感情生活也很精彩 他會跟大家講 那最主要就是說 他你看從他兩千年入戲劇圈 因為他滿早 對 他滿早都以拍戲為主 模特兒我們不要算 所以他如果說進演藝圈 因為他今年四十五歲 那已經兩千年 二十幾年 二十四年了 所以他大概二十出頭進演藝圈 所以那個時候你遇到一個 不錯的經紀人 然後都推戲 所以他第一部戲 第二部戲他就紅了 對 所以但是你說有沒有到很巔峰這麼紅 我覺得就是說一定有他的一個高峰 但因為我知道的他就是有跟他共識過的經紀人 反正有聊過 其實他對於工作這件事情是屬於比較隨性隨緣 不是說那種我要衝一波失業 要很平的那種 不是那種很積極的 對 那個性 個性的關係 對 就個性的關係 所以其實就是說 後來到後面的幾年 就是比較沒有他的消息 因為他有一陣子到中國去發展 但到中國去發展 其實也不是很如意 因為有些 不順是不是 對 因為你去發展 雖然你有拿到片酬 也許他是不高的 可是你終究希望說這個戲會播 對 那播了之後 可能 我就算在臺灣沒有市場 我是不是在中國能夠 對 市場很大 對 但重點是拍了幾部戲都沒播 沒有上 就有些戲是不是他的問題 可能是因為批文沒有拿到 沒有拿到 你就是一直就是放在那邊 沒有辦法播出 那運氣可能也差了 對 就運氣也不好 所以說在他的就是說工作 沒有一開始在臺灣的時候 工作沒有太大的野心 沒有是我一定要先有事業 我再來談感情 所以他的花編 可能比他的演藝事業 比他的戲劇作品來的精采 媒體報導在這部分 但其實他在三年前 二零二一年的時候 他有演一部戲 他是有入圍金鐘獎男主角 走紅坦 對 他是有入圍男主角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好久沒有看到唐治平 因為我們是聯友 所以有時候他會來留言一下 對 那我會想說 那這個很久 說你一下 對 很久沒見到他了 那那時候入圍金鐘獎 我覺得對他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肯定 因為之前可能很多人認為 唐治平就是男生的花瓶 就是帥 就是顏值擔當就好 但他是會演戲的 所以我在想說 那部戲應該給他很大的鼓勵 對啊 那這當中怎麼了呢 對 所以就是說 後來的這三年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個人是比較擔心 他生病了 因為我們看這幾天的報導 他其實經濟公司是有幫他接戲的 但就有傳出來說 找不到人啊 然後有傳出來說就是 麻煩了 對 就是有傳出來說 他可能有喝酒 但他是否認的 然後失聯 那你知道劇組最怕遇到這樣子 最怕失聯了 對 那就會不敢用你 對 那你覺得經濟公司他要怎麼辦 那我真的找他找不到啊 不然能怎樣 可能想捧他 但是也難啊 對 就是因為 不用為力 對 那個可能就是跟個人的 工作的想法 工作的態度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對他而言 就是 我真的從稍微 看到他現在這樣子的反應 對 包括他 對啊 你看年杰一直說他覺得很可惜 因為我們是認識的 是認識這個藝人 從他剛出道看到他後來大起 然後大落 然後好不容易又有機會了 怎麼現在又傳出這樣的事情 對啊 然後重點是他說那不是他媽媽 所以我是蠻擔心他的狀態 對 但就有人在討論說 唐志平他的身世 為什麼居然會用坎坷這樣子去形容 其實他的父親是泰國富少 沒錯 就是蠻有錢的 可是他自己在上其他的節目 就友台節目的時候 他曾經親口講 他說他覺得他自己從小沒有家 說活得好辛苦 認為他沒有歸屬感 那我們就問一下年紀 這個為什麼明明爸爸也很有錢 可是他卻會有這樣子的感嘆呢 說起來 他真的是 如果你知道他的這個身世 你就覺得說 那唐志平真的是 怎麼會 怎麼 其實他應該是就是說含著金湯石出生的耶 因為他父親在泰國 是泰國最大的就是魚露公司的老闆 魚露 在泰國 那可是吃東西都要放的嘛對不對 魚露公司 他叫糖霜 他爸爸的糖 讓你加個霜 他說非常大 就還有連鎖餐廳 那你知道嗎 他也算是兒子嗎 那兒子繼承家業 對啊 或說爸爸總是可以栽培他 但事實並不是 為什麼 因為他說其實 當然就是說他爸爸的餐廳 在唐志平那時候 因為2000年開始 就是台灣的偶像劇 非常夯嘛 他有演什麼求婚事務所 白色巨塔等等的 有紅囉 東南亞都知道 他說他的父親 曾經把他的照片 放在餐廳裡面 就表示說 我的兒子現在在台灣 應該是來認可這個兒子了 可是他說 事實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因為我媽媽 也只算是他的 眾多的女人裡面的一個而已 是這樣子 然後我的爸爸 他一直在換不同的女朋友 所以他是 他有泰國的 算身分 可是不曉得有沒有入 應該是有泰國籍 但是他從小是在台灣 生活跟著媽媽 也就是說他媽媽跟 他說他媽媽跟他爸爸 是有結婚 可是在這個登記過程 不曉得怎麼樣 不曉得他也沒有多說 只是說他從小跟媽媽 在台灣 然後他就是要拿一個 是華僑的身分 還有就是說 他爸爸因為後來過世了 所以過世之後 他什麼都沒有繼承到 我想就是說 可能因為他爸爸 一定還有別的女人 或是說 我不曉得他們在東南亞 有時候 東南亞有時候是很多妻子的 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說 他爸爸的事業 一定被別人繼承走了 他是說 他都完全沒有繼承 所以也就是說 一無所有 就是他把豪門世家 對他來講 一點幫助也沒有 一點 發竿子打不著 都打不著 所以他就說 他的坎坷除了就是說 他沒有沾到豪門的邊之外 他甚至於就是說 他在台灣 就是說 因為他是算 他後來不是又去大陸工作嗎 他大陸因為戏約 去大陸之後 其實我有算過 他其實這些年來 他拍了30部電視劇 算很多 是算蠻多的 對 八部電影兩本寫真集 那其實就是說 即使收入不是說 非常幾百萬幾百萬賺 那你也是 收入也是不錯對不對 就是說你也是可以存得下來 但他後來覺得說 因為很多人都去大陸 那他那時候 你看會拍寫真集全裸的 就表示身材也很好 的確是 他以前條件真的是很不錯 結果去大陸之後 他才發現說 他每三個月必須要出境 因為他是轉外籍人士 所以他就覺得說 我漂泊過來 要漂泊過去 然後在大陸其實 心境上面 對 會有那種感覺 你要說他是泰國 也不是說台灣 也不是說哪裡都不是 他後來也沒拿到台灣身份 所以就一直這樣 漂泊來漂泊去 其實他說他在大陸的時候 其實曾經認識一個 劇組一個女的 不過我覺得 在家裡面的這個狀況 可能也會影響到 他的感情觀 是 他之前在節目上面 有曾經聊過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曾經有過記者 發現這件事情 就給我這個封號這樣子 因為之前真的交往的女朋友 大多數下一任就結婚了 而且大多數嫁得不錯 那為什麼呢 可能我調教 是覺得錯過你 然後趕快下一個 趕快要把握住 還是覺得說 以前好辛苦喔 一來我也是 我自己不太想結婚 其實我交往前我都會說 那我想問 為什麼你從頭到尾都堅持不婚的 理由是什麼 我都覺得我今年跟去年 去年跟前年 我都覺得我一直在變 我對我自己沒有什麼信心 沒有什麼 你是覺得你沒有辦法 一直愛這個人嗎 我會擔心這件事 而且我有責任恐懼症 但我後來發現 有責任恐懼症 有可能是太有責任感 因為我跟一個人在一起 這是很好說服自己的理由 對 但是我因為太愛自由了 可是我跟一個人在一起 我就會要費很多心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樣很煩 所以我盡量 其實當初這個片段曝光之後 大家還盛讚他說 他很了解自己 他也不選擇去當一個渣男 因為他認為他自己沒有辦法 專一嘛 那他覺得乾脆那就不要結婚 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那這位哥你怎麼看 他是不是因為跟這個家庭的 因素有關 所以他會有這種想法 我覺得或多或少 因為你沒有一個歸屬感 可能就是有些是這樣 他如果覺得說 我小時候沒有一個家的感覺 他就會很渴望有家 他反而是希望走路婚姻的 所以他自己也講說他很容易變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要怎麼樣 那既然沒有辦法去掌控自己 會怎麼做 那不如就不要結婚 就是你剛剛講的 他也他表解自己 他也不要影響別人 所以他其實上這個節目他有講一個故事 那當然主持人問他說 那是因為這樣子你才不結婚嗎 對 他說他曾經到北京去拍戲 雖然他剛剛講 我不想要負責 我有責任迴避的那個 我有責任恐懼症 對 那但是他愛到他愛了 因為他的每一段戀情都蠻紅紅烈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他都跟年紀比他大的女生交往 姐弟戀 至少有三個姐弟戀 那他到北京去跟一個同劇組的女演員 他們因為拍戲 而且是拍感情戲 就拍著拍著 就日久生情了 那他就把那個真實的感情投射到 戲裡面的角色 那兩個人就覺得說 因為拍戲 我喜歡你喜歡我 有一些火花 但是就是現實生活當中 他們也真的變成在交往的情侶 那劇組人也都看在眼裡 但有一天他就聽到一個消息 就是人家跟他說 你知不知道現在交往的對象 他是有男朋友的 他就今天霹靂 他被劈腿了 這個對方不是他被劈腿 他介入別人 人家是 對啦 這個女人劈腿 這個女人劈腿 但是但是他後來去追問 去了解之後 他還不是只有這個劈腿而已 他的女朋友 重點是這個女生 他的男朋友 還是有父之父 好複雜喔 有錢嘛 四角戀啦 有錢啦 但你說這時候的 你應該是 那太好了 那我就不要負責任 我們就退了吧 可是他又很愛他 他就覺得說沒關係 我可以接受 你有男朋友這件事 但他的男朋友是不是又有老婆 就很複雜 我只能說 愛情的這個事情 這個需要那個樹狀圖了啦 對對對 我覺得感情的事情 真的很難說 但是這個男官女愛 這個尺度還是要拿捏好 但很多人都說 其實不只是女性 常常為了事業 家庭煩惱 其實很多男性 他們到了中年 可能像唐志平 這樣子的一個年紀 他們對於未來 其實也是有所徬徨 過去的一些狀態 那麼我們要問問年杰 為什麼他被說是 倒數第二個男朋友呢 他自己也說他不想結婚 對 其實我們剛剛看這樣 志平他就說 你看他現在好像覺得 憔悴了 瘦了 對 稍微 當年可真的是 出血真集 全裸血真集 所以也是要肌肉 有肌肉 要顏值有顏值 所以當時 因為他是拍戲的 拍戲就是最多 跟美麗的女主角一起 拍戲很容易產生感情 為什麼 每天讓你看我 我看你三個月四個月 有時候半年這樣 然後每天 甚至於在裡面又談情說 對 他的緋為女主角你知道嗎 丁寧 宋濟妍 張玉皇 還有吳晴文 都很漂亮 都是大美女 而且你知道嗎 有個重點 他們跟唐志平 有的有還到五年 像宋濟妍還有五年 那都幾年 然後這個丁寧 他們是同門的 這個師姐 地藏 那談談談你知道嗎 當時都是大新聞 因為大家會寫嗎 都是跟這麼有名的女生 然後大家會逼問他什麼 其實我那時候 有一度懷疑就是說 是不是炒新聞 為什麼他每天都會 跟這麼多大美女 談戀愛這樣子 然後可是很怪一點 就是說談一談 幾年之後沒有了 沒有之後的結果 就是這四位女生 裡面兩個嫁入 等於是快三個 兩個嫁入豪門的 其他兩個也都嫁得非常好 現在人家就是說 就是一離開唐志平之後 都結婚 然後家庭美滿 小孩 老公疼得不得了 所以人家就說 他 唐志平 你這是最佳的 最後倒數的 第二個男朋友這樣子 不過從剛剛他的那個 講話就可以聽出來 或許是他真的 就不想走入婚營了 所以他也不要耽誤人家嘛 嗯